第24章,我們講的是電位 電位的英文叫Electric Potential 中文我們翻譯成電位 那麼在講電位這個概念之前 我們先來溫習一下我們上學期所學過的Potential Energy 就是這個位能 我們那時候用的是重力當粒子 假設有一個物體 原來在這個位置 因為重力的關係,他從這裡掉到這裡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重力對他做了WG的功 那麼他從起始的位置I到最終的位置F 在這個過程裡面 重力已經對他施餘了 對他做了WG的功 那麼就表示F跟I比較起來 潛在可以做功的能量 少了WG這麼多 所以呢我們就說這裡跟這裡 F跟I比較起來 從I到F潛在可以做功的能量 就少了WG這麼多 好,那這個是潛在可以做功的能量呢 那時候我們把它翻譯成叫做衛能 因為它跟位置有關 相同的衛能概念呢 也可以應用在電力上面 假設我們有電場 那麼空間中假設有一點電荷Q 那這個電荷Q呢 放在這個電場裡面 它就會受到一個力F F呢就等於Q乘上E 四個向量 然後呢 我們讓Q這個電荷在空間中移了H 這樣子的距離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電力就會對這個電荷做功 所以呢它從這個位置 I起始 跑到這個F F的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重力已經對它做了WE的功 那麼就表示F跟I比較起來 潛在可以做功的能量 或者是這個電位能 就少了WE這麼多 是負的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位能的變化 潛在可以做功的能量 少了WE這麼多 是負的 所以ΔUE I到F 是負的WE 就是F跟I比起來 少了這麼多 那麼呢 我們呢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呢 拿來實際做計算一下 因為潛在可以做功的能量呢 ΔUE呢 就等於負的 已經做了的功 然後呢 WE 是等於 力內積位移 然後做積分 然後呢 力又等於Q乘上E乘上電長 然後呢 內積這個位移 那在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 因為這個Q的這個電荷量 不會隨著位置改變 所以它可以從這個積分式裡面把它拿出來 所以 位能的 電位能的變化 就等於負的Q電荷量 它從I跑到F 然後呢 電長對於位移的積分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電位能 它會跟Q乘正比 表示說 我們這個Q的電荷量把它加倍 這個電位能的變化值也會是加倍 我們可以把這個比例的性值 直接把它取出來 就是我們把電位能除以Q 我們定義一個新的物理量 這個物理量呢 是從電位能 然後呢 把這個 跟電荷相關的比例常數的部分 因為電位能會跟電荷量成正比 我們把電荷量變兩倍 電荷量變兩倍 電荷能會變兩倍 那我們把這個比例的性值把它取出來 那我們就定義這個東西呢 叫做 ΔV 那因為呢 原來是能量 把Q拿掉之後 它就沒有能量的這個性值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是電位 所以ΔV 就等於Q分之ΔUE 然後呢 這個是 在I到F 就是F 跟I的位置的比較 這裡的電位能差 也是I到F 就是F跟I的比較 所以呢 這個電位呢 就等於ΔU除以Q 就等於UF 在這一點 跟在這一點 潛在可以做功能量的比值 就等於Q 然後 相減 然後除以Q 就等於 已經用掉的功 除以Q 取個負號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Vf 減掉Vi 就是這一點 跟這一點 這個空間性值的這個比較 電位的單位呢 是什麼呢 那我們從這個圖上面呢 可以看到 這個電位呢 就是能量除以電荷 所以它單位呢 就會是 能量的單位交額 除以電荷的單位庫倫 那我們就把這個交額除以庫倫 叫做Volt 那簡寫成大寫的V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關於電位的一些性質 那麼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等電位面 英文名字呢 叫做Equal Potential Service 那這個等電位面的這個面呢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呢 就是Sigma 那它的中文呢 就是等電位面 等電位面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在空間中 空間中 我們把相同電位 所謂的相同電位呢 就是你把電荷 從無線遠的地方移到這裡來 跟這個電荷從無線遠的地方呢 移到這裡來 它這個電場所做的功能是一樣的 那麼在這裡呢 這些點的集合就是一個等電位面 因為這些從無線遠的地方到這個地方呢 它的電位呢 都是相同的 那麼呢 我們可以把等電位的這個面呢 比如說 這一個面的電位呢 是V1 那我們把這個電位是V1的這個面呢 的集合就是一個 電位為V1的等電位面 那相同的這些點 它上面任何一點的電位都是V2 那它的等電位面呢 電位就是V2 那當然你可以有不同的電位 那有了這些等電位面之後呢 我們在空間中畫出等電位面之後呢 我們注意一下 這些面 在V1上面的面 上面任何一點的電位都是相同的 在這個上面任何一點的電位是相同的 在V3上面任何一點的電位都是相同的 如果說我們現在呢 在等電位面上 從其中的一點移到另外一點 那我們來看看 電場對它做多少的工 那在前頁我們已經知道 W呢 就是這個電場對它所做的工呢 就會等於負的電荷Q 乘上ΔV 就是你把一個電荷Q從這裡移到這裡來 那這兩點的電位差 乘上Q的值就會是電場對它所做的工 那在等電位面上面呢 因為這裡跟這裡是同樣一個電位 所以當它從這裡移到這裡來的時候 電場對它所做的工是多少 因為電位是相同的 所以ΔV是0 所做的工就是0 如果說我們從Q的這個電荷呢 從這一點移到另外一個電位 然後呢再移回來到這裡 那麼在這整個過程裡面呢 這個電荷雖然在這個過程裡面有受到力 但是整體來講 它從這裡跑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電場對它所做的工的總和會是0 為什麼 因為呢 從I到F的這個過程裡面呢 ΔV的變化呢 是0 因為起始值跟最終值的電位呢 都是V2 那ΔV就是0 那麼 電場對它所做的工呢 就是-Q乘上ΔV就是0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從一個等電位面 跑到另外一個等電位面 比如說像是這個2的這個路径 那它從V1的電位跑到V2的電位的話呢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電場對它做多少工呢 按照我們之前 EA所講的 所做的工呢 就是-Q 電位差 那電位差呢 從V1跑到V2 電位差呢 就是V2-V1 所以呢 這個電荷Q呢 從這裡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電場對它所做的工 就是Q等V1-V2 好了 那有了這個等電位面 還有這個從一個面 移到另外一個面 所做的這個工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看看 電位跟電場之間的關係 好 我們知道 這個電力 F 會等於Q E 所以就表示 力的方向和電場的方向 它必須是相同的 然後呢 我們知道 當你有位移 然後呢 這個是 比如說是你撕的力 只有這個力 平行於這個位移的分量 是有做工的分量 所以呢 只有當你的這個路徑呢 是平行於這個力 或平行於這個電場的時候呢 這個平行量呢 才是有用的 可以做工的這個分量 好 那意思是說什麼 你如果說有電力 然後呢 這個電力呢 要有做工的話呢 那麼就表示 你的這個位移 所走的路徑 必須和電場呢 是平行的 那我們來看看這邊 因為呢 如果說它是從這一點 移到這一點來 從這裡移到這裡來 這個電場有沒有做工 沒有做工 那麼就表示呢 這個力 跟位移的方向 它必須是乘垂直的 力的方向跟位移的方向 比如說在這裡我們看到 必須是乘垂直的 所以一路從這裡到這裡來 這個 電力 並沒有對這個電荷做任何的工 它必須隨時 就是它是這樣子乘垂直的 那我們就得到呢 這個力的方向呢 和這個電位面的方向 必須怎麼樣 乘垂直 因為它走這條路徑 做的工是0 它走這條路徑 它做的工也是0 它走這條路徑 因為都是在等電位面上面 它做的工也是0 所以不管在這個面上 任何一點 它怎麼走來走去 它所受的力 和它的路徑 一定都是乘垂直的 因為我們知道 從這裡 走到這個面上面的任何一點 它所做的工都是0 那我們就得到一點 就是在這個面上面 這個電荷所受的力 一定會垂直於這個面 那力又平行於這個電場 那麼我們就得到 這個在等電位面上面 和電場的方向一定是乘垂直的 就是你這樣看 在這裡 這是一個等電位面 那電場的方向一定和它乘垂直 在這裡 電場方向一定和它乘垂直 那在這裡 電場的方向一定和它乘垂直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性質 等電位面和電場一定乘垂直的 那我們可以把它畫成這個樣子 就是如果說這個虛線代表是等電位面 那電場的方向呢 就一定和等電位面乘垂直 如果說我們描述的是一個單一的電荷 所產生的電場的話呢 那電場的方向是這個樣子 那麼等電位面呢 它就一定是一個乘圓球狀的這種形式